拜登所以會說 當他們出了問題 只是中國的經濟出了問題 中國經濟出了什麼問題呢 通縮 他的出口不好 內部消費不好 叫做通縮 他進入了一個經濟停滯 而且通貨不是膨脹 是通貨緊縮的狀況 在這個通貨緊縮狀況裡頭 還拉起了好幾個警報 第一個是碧桂園房地產等 中國的房地產模範生碧桂園 陷入了債務危機 他有原本 債面總面值是 10億美元的債券 在最近沒有能力按時支付 而且他的票面價格 只跌到原來面值的 8% 也就是只有原來價值的 8% 碧桂園的資金吃緊 使得中國房地產 在經歷了過去恒大以後 到現在面臨一場更大的危機 因為它曾經是 中國房地產的模範生 彭博社的資訊警告 碧桂園將比恒大地產當時的危機更嚴重 恒大地產的危機有一度 形成了一個螺旋性的上升 將從中國股市大跌 各方各種不同的資產都大跌 而這次碧桂園的債危機將會損害更多的買家信心和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 還有它的內需市場 可能是一個碧桂園遇到最大的困難期 預期半年內它會虧損近乎人民幣450億到550億左右 它曾經是中國首富 現在是香港的第一價格 這是我們來看剛才 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會通縮 因為全球的貿易都硬著陸 所以你若是靠出口的國家 包括韓國 包括德國 更包括了世界工廠的中國 都是一概出口的 這種全球貿易的硬著陸 攪爛的中德 還有韓國等出口大國 而像美國這種以內需經濟為主的 就相對表現來的比較好 這是全球經濟目前的一個情況 7月份的時候 中國新增的貸款跌到了2009年以來的新低 就表示連中國當地的投資者信心都不足 中國經濟的復蘇未來應該會再減弱 讓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一些重大資訊